南韩政府宣布 下周起全面解除防疫限制 不过怀疑新闻实际询问当地民众 其实南韩早就恢复正常生活 人潮通常最多的地铁和逛街闹区 人流也都有明显增加的迹象 南韩政府宣布了 下周开始会放宽防疫限制 除了是还要佩戴口罩 其他的防疫限制 是通通都取消是吗 南韩大幅度取消限制 18号开始解除包括餐厅 咖啡厅和室内运动设施场所 人数及宵禁的限制 25号开始更可以在电影院 室内体育设施脱下口罩饮食 是2020年3月以来首度全面解禁 不仅如此 根据当地民众表示 政府已经宣布 5月起就连染疫者都不用隔离了 政府有说是下个月开始染疫的话 就都不用隔离了 对啊 我有看到这个消息 好像我约纸啊 染疫也都不用隔离了 对啊 就是是有点惊讶 但我觉得算在预料之中 毕竟就真的是往与病毒共存的路线在走 不只是南韩走向与病毒共存路线 先前疫情一度相当严峻的香港 也因为第五波疫情逐渐缓和 当局宣布 21号起将会大幅度放宽防疫限制 包括餐饮业可以开始内用 各类公共场所 像是运动场 健身房 电影院等等 也都将重新开放 不过酒吧不在这次的放宽行列 晚上仍然要关闭 当局的这些措施 就是意识到市民已经有防疫疲劳 希望让港人逐步恢复正常生活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